可是我 Wake up Wake up 可是我 確定不穿上 可是別忘記不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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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確定 當初你跟唐一星 那緋聞爆發的時候 你有傳訊息給我 我確定 而且我一選完簡訊之後 我的手機就不見了 所以一出關 馬上就買了一個新手機 整理好後 收到你的第一封訊息 就是要跟我分手 後來我想要跟你解釋 但是 訊息怎麼傳都傳不出去 我才知道 你封鎖了我 旅美多年的年輕籃球選手 劉川楓爆出緋聞 還是問問看發生什麼事情 比較好啦 你剛剛收回什麼 你是不是想到什麼 我在想 我在想 你傳的訊息 應該還是被刪掉了 一定是唐一星抖得貴 我們還沒有證據 不要那麼誇下定論 肯定是唐一星 因為只有他 可以隨時拿到我的手機 就連我這次 會被媒體發現 也是他故意走到風聲的 今天謝謝你的幫忙 我才要謝謝你 給我這麼大挑釁 但是我很好奇 我這次回國這麼低調 你們怎麼知道 甚至連我在哪裡復健 你們都掌握了一清二楚 我做這一行得要有職業道德 我不能出賣消息的來源 但我可以提醒你 你身邊的人 不像外表那麼簡單 所以你的意思是 這些都是唐一星 一開始安排好的 難道唐一星從那時候就計劃好 故意要讓我對劉川楓產生嫌隙 米寶 我希望我們兩個彼此之間 是沒有祕密的 我保證 我對你絕對坦誠 所以我也希望 你能夠把心理話告訴我 我 一直以來 我都是設定好時間 打電話來給你 我希望 你起床第一個聽到的 就是我的聲音 我還設定你的專屬鬧鐘 不管上學 實習有多累 只要一想到 忙完就可以打給你 就是我努力的動力來源 奇怪了 他這麼早就去練球了 還是會晚一點來打 早安 早安 請問你是 我是劉川楓的女朋友 請問劉川楓現在是在練球 不方便聽電話嗎 這位小姐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一天要接多少通 自稱是他女友的電話 我也不知道你是從哪邊 拿到他的手機號碼 總之請你不要再打來 追信也要有個限度 不是這樣的 我真的是劉川楓的高中同學 也是他的女朋友 原來劉川楓很常接到 騷擾電話 不可能 我明明告訴過他我女朋友是誰 還有呢 是不是還有其他事情 喂 劉川楓 我剛剛看到新聞 我是唐一新 怎麼會是你接啊 請問有什麼事嗎 劉川楓在嗎 劉川楓正在訓練 不方便接電話 可是他剛剛有回我訊息 那也是剛剛 你不知道他一天要訓練 多少個項目嗎 總之 他把手機交給我後就去忙了 如果你有什麼重要的事 我可以幫你轉達 好 那請你幫我轉告他 我剛剛看到新聞了 正在等他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他發生什麼事 難道你不知道嗎 什麼意思 劉川楓一直在為未來努力打拚 他需要的是支持 不是絆腳石 你這個名義上的女朋友 卻連一次球賽都沒來看過 你還能幫他什麼 這是我們之間的問題 應該不用跟妳解釋吧 是嗎 好 那我問你 這些年來在他受傷最難過 最需要人陪的時候 你在哪 說穿了 你不過就是自私的頂著 他女友的名義 限制他的交友自由嗎 我老實告訴你吧 劉川楓受傷了 他的傷是很有可能會影響到 他的球員生涯 劉川楓受傷了 如果你是要問肥文的事 我也可以老實的告訴你 這只是在掩蓋他受傷的事實 一個煙霧蛋罷了 請問這樣的解釋 你滿意了嗎 你怎麼會聽一個外人的話呢 我不管你在我不在我身邊 我都不在意 因為在你傷心難過的時候 我也不在你身邊 我只知道我們兩個深愛彼此 互相體諒包容 不是嗎 對不起 是我太小看 你對我的信任 跟對我的喜歡了 抱歉 你不用抱歉 抱我就好了 只要你還願意懂我 就足夠了 可是你之後 還是要回美國 密寶 你相信我嗎 我一定會想到辦法解決 讓你相信我 好了 我相信你了